萨加利亚书 第十章 当春雨的时候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 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园生长菜书 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 不是所见的是虚假 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 他们白白地安慰人 所以众人如羊流离 因无牧人就受苦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 我必惩罚攻山羊 因我万军之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羊群 就是犹大家 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 仿角石 钉子 征战的功 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 他们必如勇士 在镇上将仇敌 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 他们必征战 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起码的也必羞愧 我要兼顾犹大家 拯救约瑟家 要领他们归回 我要连续他们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以法连人必如勇士 他们心中畅快 如同喝酒 他们的儿女 必看见而快活 他们的心 必因耶和华喜乐 我要发私声 聚集他们 因我已经救赎他们 他们的人数 必加增 如从前加增一样 我虽然拨散他们 在列国中 他们必在远方 纪念我 他们与儿女 都必存活 且得归回 我必再领他们 出埃及地 招聚他们 出亚树 领他们到 激烈和利巴嫩 这地尚且不够 他们居住 这是耶和华说的 撒加利亚树 第十一章 地巴嫩啊 开开你的门 任火烧灭你的香薄 松树啊 应当哀嚎 因为香薄 青倒 加美的树 毁坏 跋山的相树啊 应当哀嚎 因为茂盛的树林 已经倒了 听啊 有牧人哀嚎的声音 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 有少壮狮子 咆哮的声音 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 耶和华 我的神如此说 你 撒加利亚 要牧养这江崽的群羊 买他们的 宰了他们 以自己为无罪 卖他们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我成为父族 牧养他们的 并不连续他们 耶和华说 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 必将这名 交给个人的灵舍 和他们王的手中 他们必毁灭这地 我也不救这名 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江崽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 我拿着两根状 一根我称为荣美 一根我称为连锁 这样 我牧养了群羊 一月之内 我除灭三个牧人 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增险我 我就说 我不牧养你们 要死的由他死 要丧亡的由他丧亡 余生的由他们彼此相识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账 表明我废弃于万民 所立的约 当日就废弃了 这样 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 就知道所说的是 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以为美 就给我工价 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 作为我的工价 耶和华吩咐我说 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 丢给摇护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 在耶和华的店中 丢给摇护了 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纳根杖 表明我废弃犹大 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 耶和华又吩咐我说 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堪顾丧亡的 不寻找分散的 不医治受伤的 也不牧养强壮的 却要吃肥羊的肉 撕裂他的蹄子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 诱惑了 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 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撒加利亚书 第十二章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 铺张诸天 建立地基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想似为列国的民 成为令人昏醉的杯 这末世也论到犹大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 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使一切马匹金黄 使骑马的癫狂 我必看顾犹大家 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 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 耶路撒冷的居民 依靠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的神 就做我们的能力 那日 我必使犹大的族长 如火盆在木柴中 又如火把在河坤里 他们必左右烧灭 四维列国的民 耶路撒冷人 必仍住本处 就是耶路撒冷 耶和华必先拯救 犹大的帐篷 免得大卫家的荣耀 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 胜过犹大 那日 耶和华必保护 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中间软弱的 必如大卫 大卫的家必如神 如行在他们前面之 耶和华的使者 那日 我必定义灭绝 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 我必将那诗恩 叫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那日 耶路撒冷 必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 井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 大卫家 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 拿丹家 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 李卫家 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 是美家 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 其余的各家 男的独在一处 女的独在一处 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 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曰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 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祂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们 这不是说神的话 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色列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写明 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赵人的主 神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早是我所悟的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呢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照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和西亚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 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 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速速地完结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叠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叠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 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以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 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热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写线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诗篇 第五十四篇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师 教育领长 用私弦的乐器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申冤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外人起来供给我 强暴人寻锁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 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忌献给你 耶和华呀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 遭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